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1993年呢 读到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专门介绍慈记 介绍我这件法司 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 我主动打电话给慈记 然后慈记就有个委员 给我介绍慈记 带了一些慈记的文物 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 那我知道慈记有一个外语队 我觉得我可以尽一魂力 那个开始我就参加外语队的一些活动 包括翻译工作 包括接待外兵 在出勤务的时候 有一位师兄跟我说 以我的年龄来讲 应该在家想情福 我想想情福是什么意思 是饭来张口 擦来伸手吗 我觉得人应该是身体健康 服务大众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在以前 比如说我跟我太太有发生争执的时候 我会要跟他讲理 商人说你讲多了 钱就薄了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就不会再跟世界发生任何的争执 维持家庭的和睦 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还没有把我的太太和女儿引进到慈祭来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能够把他们带进慈祭 那我个人的话 我发愿生生世世 要追随商人来从事 及时救人的工作